观光股兔飞猛进 越涨越要买吗 当心哦 高处不胜寒哦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集系统 我是网伦 欢迎虎征和虎老师 网伦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年的观光股 可以说是兔飞猛进 是不是越涨越要买的老师 目前这个观光股 我觉得之前 为什么又会再涨一波 那之前有个议题 就是说那个要 我们路上有人连署 有没有 说这个周休三日 那当初我也是针对这个议题 有做了这个财经及时通的 这个新闻的影片 我有印象 也是跟我一起录的 当时我就讲 那就是叫假议题 是 为什么是假议题 你想也知道嘛 因为第一个 我们的人力已经不够了 对不对 然后又缺水缺电 然后呢 现在目前又少止化 因为你不可能有所谓的 这个周休三日 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你再继续周休三日 包含企业 他的成那个人力成本又要增加 那周休三日之后呢 这些老公因为少上一天班 相对的薪资一定会往下降 对不对 那些企业他要转嫁这个成本嘛 那要不然就怎么样 提高物价 所以不管是走哪一条路 都是不对的 所以我说这个周休三日 根本就是选举出来的假议题 老师你有放在PPP吗 对 结果你看 昨天的新闻 那时候我是在大概是一个礼拜之前讲的 对不对 结果呢 昨天的新闻 马上就跟你讲什么 劳动部就讲了 周休三日是不可行 而且这不是只有资方认为不可行 连劳方都认为这是不对的 那就代表这个完全是选举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假议题 可是呢 当初这个假议题也让这个什么 观光股又飙了一段 对不对 好了 那现在就问题就来了 那这个假议题已经被戳破了 但是观光股却没有去反映这样的利空 对不对 可能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奇怪了 这个利空出来反而没有事情 那当初这个假议题出来 反而又有刺激股价去上涨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啊 因为股价不断的涨 那我们要赶快来看一下个股了 对 好 其实啊 我就跟投资朋友讲 这就很简单了 是 就是有人知道这个是利空 对不对 是 那呢 他故意去营造出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呢 就是让你感觉 这个利空不是利空 你可以继续追 这样子 他才有办法好好的去出货 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 投资朋友 你反而要去小心 你看凤凰就知道了 凤凰这个多方的缺口118 他不能够再去回补 而且他已经跳空了三个缺口 是 那一般人来讲 一个波段的急涨 出现跳空的三个缺口 基本上就是已经到了末端了 我们常常讲嘛 投资朋友要格外留意了 有一句话叫做一而胜 再而衰三而劫 那这个已经到了劫的部分了 就是耗尽他的多方的力气 而且这边的十字 两个十字线你要去注意 今天会不会成为十字线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再来看六幅 六幅应该是说是补涨 他今天涨是非常的名利 今天是涨停板 也就是说他是之前 光光股在涨 他没涨 然后他是最后补涨的 那会回到之前 我常跟投资朋友讲过 当一个族群 出现了最后的那个 之前没涨的落后的补涨的 落后补涨股已经涨上来的时候 之后你就要注意了 你就要小心了 这当初我在讲这个 所谓的储能概念股也是一样 我说当亚利又在涨停带动 整个储能概念股的时候 就颠倒是非 那反而整个储能概念股就涨不动了 那相对的观光股也会这样子 所以你要去注意了 反而六幅涨停 你要担心观光股 还有没有机会再继续往上涨 好那再就是云品 云品在这地方 你也看得很非常的清楚 今天也有涨势了 对他每次都是留个上影线 有没有 留个上影线 那上影线是谁 代表有人在卖 才有出现这上影线 所以这个地方 有没有继续在往上冲的动能 我相信在这地方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关键点你要把它记下来 如果跌破就是要赶快先跑 再来就是熊师 熊师在这地方 那熊师在这地方就非常的明显了 他在这个高档盘整的时候 就有人一直在出货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断有上影线 而且还有黑K线 甚至于有什么 高浪线 甚至于什么 下坠的 所谓的下 往下的冲天堡 什么都来了 所以说很多的一些出货的 这个K线都在熊师 你可以看得到 因此关键点 185就不能够跌破了 所以总归一句话 是 这样的利空出来 就当初的假议题出来 股价在喷涨 结果这个假议题被戳破了 反而股价没有跌 继续在涨 这个绝对是 有人刻意把这个利空去淡化 让散户继续去追在高点 他们可以方便出货 所以我觉得投资朋友 这一点 你可能要非常的小心 好 那我们今天观光股的族群 就跟你分享到这边 谢谢胡老师提醒 也记得加入胡老师 like跟telegram 财经局通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